大家早 我是小林 我们又来关爱一下我们中国中产阶级了 这是世界上最值得关爱的群体 其他群体都扯淡 有34万投资者 又倒霉了 34万个家庭 在美国上市的 一个金融公司 北京的金融公司 九富数科 数码科技 九富 那个九是王子旁一个长长久久的九富 一个 一个 普惠金融的公司 他的 P2P产品是 给了大家一个退出的渠道 总比一分钱拿不回来好 这个九富也是 很牛逼 反正现在给了大家三个方案 我们等一下再点评一下这三个方案 然后 投资者肯定就炸锅了 投资者炸锅的 很牛逼 这个 这个堪称 中国最强势的割韭菜 他怎么回应呢 你们这些投资人呢 认清现实 放弃幻想 尽快选择 给你们三个选择 尽快选择 放弃幻想 很牛逼 你看 中国最牛逼的割韭菜 堪称是 我这样说话 就第一次看到 所以 这个P2P心灵 也是 郭苏清搞出来的 所以我这个 我这个频道经常说郭苏清 这个人 不得了 大家投资 只要看到这个人 你就要路走 你不要跟他打交道 你死翘翘 我告诉你 凡是他经手的 都是风险归零 他不是做管理 他的管理 他为什么屹地不倒 我都说了 做政监会主席 全身的退的 就郭苏清 然后郭苏清从来没有给人民群众创造过任何财富 那都是风险归零的思维 所以他跟习近平是能拍档的 他们思维是有点接近的 他不是说 给你好好管理 他直接归零 直接不存在让你这个东西 然后就没风险了 所以他现在说房地产 你们准备死翘翘我了 赶紧赶紧跑 有这么快跑这么快 我们说回的九富 九富数科 他的P2P的产品 给的投资者三个渠道 我们一个一个来点评一下 三个都是巨亏的渠道 可以这样说 第一个是本息全额兑换 急速退出 通道啊说的好听 本息全额兑换 兑换啥呢 可以兑换他的商城里面的商品 商城有啥呢 有一些可能笔记本电脑啊什么数码产品啊 有房产 甚至还但是都是 价格虚高 比如这个iPhone在外面卖5000块 在那个商城卖1万块 所以投资者起码要亏损 一大个5040%的比例 说的好听是本息全额兑换啊 可以本息全额退出啊 其实就是 让你捡这个iPhone回家呗 然后你用不着这么多iPhone 把iPhone在嫌疑用出去又亏 又亏一阵子 对吧 所以就 这是第一个方案啊 就让你换点东西啊 我们广东话叫做什么 叫做 第左落地 执犯扎沙 叫你执犯扎沙 就是 就是广东话一个言语就是掉在地上了 你捡回一点沙 就捡回一点东西啊 捡回一点渣 总比啥都没有啊 第二个是一次性转让快速退出通道啊 这个这个通道就是 你可以把你的债权 然后卖给一些资产管理公司 他安排的资产管理公司帮你把这个债权 接下来 这个转让可能打很多折了 一般来说这种 资产管理公司 他接盘 都是九折打的 九折还一折 这些术语我都搞不清楚 反正你剩下10%左右 通常银行啊 什么人会跟这种资产 管理公司打交道 就银行吧 银行收不回的债权 比如他贷款给这个人 收不回来 然后他会把这个债权 转让转让 转让给 比如我那他欠我一万块啊 我我是建设银行 他欠我一万块 我我就是不收不回来 不好收 然后我就把我这一万块的 债权 啊 然后就 转让给这资产管理公司 啊 然后然后就收回来 收回来一千块吧 就把我这债权卖给你 然后这 债权公司一千块买回来之后 啊他就尝试去 呃收回吧 如果他能收回两千块 他就不就赚了吗 啊就就这么回事啊 我又吃苹果啊 不好意思啊 嗯 因为这 每天我是早上拍拍点视频 然后 拍完赶紧就上班去了啊 就这么回事了 那 啊 最后给了一个先本后悉分批回款通道啊就让你分好几年 每个月收回一点点啊 但是 你最后能不能收回来 到时候不确定性也也很大 嗯 然后你可以三个都不选三个都不选你去 民事起诉这个九户公司啊这也可以 嗯 但是九户都说了啊 嗯 嗯 你们 放弃幻想 认清现实 尽快选择 这就是 如果 你 很难 跟他 那个法律团队去竞争 嗯 我我都没法没法给建议就是 在海外说一下啊 就 中国人很惨 中国人真的惨 嗯 这 这哪里哪里有这么流的来搁酒菜搁这里这么流 让人家放放弃幻想啊 这个这个事实行估计也搞了很久了 P2P里面你也可以 自我安慰一下 P2P里面 你能说回一点也算好了 毕竟是个上市公司在美国有上市但是就 现在中国就这个情况所以我也是三番四次说了我说 呃 民事诉讼解决不了很多问题 你干脆把律师费省啊 你 整半天 律师费亏了啊 然后啥 啥都赚不了 就现在就巨亏嘛 巨亏也比归零好 是吧 但是你告得来他可能也要关门了这个九户也要关门了是吧 谁知道这九户能能能搞多久呢对不对 具体的额度 我都不清楚啊因为我没投资 这个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不能怪谁啊说说这投资者自己倒霉自己 乱搞 觉得 也不能这样说 就大家都不容易啊反正 说一说呗有这个事情就 帮着三十四万个 投资人 呃发一下声啊就这么回事就 如果如果 习近平团队 如果 如果是 这个官方啊 你们看到看到这个信息啊 你们也 也也想想啊 你们 现在究竟怎么管理这个社会的啊 就 就这样吧 啊 觉得有点参考价值的 点赞 订阅分享 那 先说到这里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